大家上午好 我们今天准备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养发方面的一些知识 因为头发一直被人们看作 中国人所说的望闻问切 其实第一步就能看到你的头发 你的眼神 包括你的步态 包括你的皮肤等等 所以说而且头发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到了哪一个年段 头发应该白 其实人类的白发 应该是在60岁左右出现 这是一个正常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60岁之前出现白发 出现掉发的很多行为 证明着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就是你的日常对于细胞的保护 对于营养物质的补充 这方面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结果 它不是一个 大家都觉得 他们都这样 我们也这样 这个就像大家血压一样 你们日常人觉得 到了我们现在这种年纪60岁的 我们的血糖血压应该都是 好像都是偏高 因为曾经有医生跟我说 到了你们这个年纪 空腹血糖到7都是正常的 我说不可能 我说我要让我达到一个 更健康的标准 因为我只要学 我只要自己去管控它 我的餐后血糖都不允许到期 今天我又测理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今天拍的比较清楚 6月13号 然后9点56分 我们这个时间有点问题 大概9点50分左右 两个小时的餐后血糖 我是5.4 就是我的身体永远不会让它 昨天是多少4.8 也就是说 它只有一点点小的微微微的误差 都在无左右 不会让它进入到一个 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而血压呢 我们助理发过来了没有 血压我没发过来 我把血压发过来 我今天早上又测了一次血压的状态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早上的血压是多少呢 大概是在 73 111 也就基本上还是70 111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 你看这个是13号早上9点45分 那么我测了一个血压 还是在一个测了两次 一次是74 112 一次是73 111 就是误差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血压 常年保持在70多一点 110左右 这样一个偏低值上 所以说只要你学会了 去养护自己身体 刚才呢 我们还是跟我们的小助理呢 一下一起呢 拍了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的手 那边那个偏大一点的 能看到血管的 那是我的手 通过这两张手的照片 大家就能够看到 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年纪 依然可以做到皮肤有光泽 而且不会有斑点 那么这个光泽 表现在我们的头发上 大家现在在直播当中 就是能够看到的 其实这就是我们通过一些 皮肤的状态呀 通过一些内在的这种 血液的养护呀 那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先看今天的这样一个案例 今天的 我找这个案例 这个部分 最上的 我们把这个案例部分先找到 这是一位女士 上海人 我们说起来上海人的话 都知道生活的是比较精细 而且上海人的 目前的长寿比例 在我们国内 基本上可以排名在 第二第三的水平 因为香港地区呢 是遥遥领先 然后的话是广东 跟上海的并驾齐区 所以上海呢也是中国目前来讲 比较 生活习惯比较良好的一个地方 从这种 青州小菜呀 食量偏少啊 比较注意养生保健 喜欢用高方啊 其实上海人有很多好的习惯 我们看看这位阿姨 65岁 2023年 11月份之前 浑身乏力 怕冷 那么 38度左右的天气 就我们现在 这么热的天气 我们都光着脚 穿个布鞋 那么这个阿姨呢 还要穿袜子 肠胃功能弱 睡眠障碍等等 纯净生活以后 到现在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力量和精神有所好转 双脚怕冷好转 睡眠好转 但是企业多 三到四次 我们看看这个阿姨的指标 阿姨总体上是个偏瘦的身材 总打过纯 该有三指高密度 低密度 这些指标呢 其实保持的还都比较好 高密度除以 总打过纯除以高密度 2.48 那么阿姨像肝油三指 除以高密度 0.64 那么这样的一个指标 都已经接近于了优秀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所以说不用再担心 自己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阿姨目前来讲的话呢 肝油三指还稍微高一点点 肝油三指高于丢丢 但是肝油三指的这个指标呢 不太具有代表性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做检测之前 前三天吃了什么 肝油三指呢 对于我们三天的饮食的返汇程度 下次您在测的时候呢 前三天 就按照我们要求多吃一些菜 然后的话呢 这样再去测 你会发现肝油三指就会下来 就像我现在这样 其实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你只要是按照我的饮食方案去吃 不用太担心你的肝油三指 不用去管它 因为我们日常在家里 比较容易监测的是血糖 监测的是血压 这次的15号的培训会 就是我们周六的培训会 我们就会让一些伙伴 感知食物对血糖的影响 怎么做呢 我们会让他们 在吃饭之前测一次血糖 当然不叫空腹的 叫餐浅血糖 测一次 然后进入我们的饮食环节 在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对他进行指导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指导之后 吃完饭之后 我们到达一个时间 再测一次血糖 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 良好的饮食环境之下 血糖的波动值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我一样 做到血糖 基本上没有什么态度的波动 好 我们在这里看看 这位阿姨的饮食 基本上用了我们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纯本原氧暂停了 因为他说在直播间 相同症状的患者 让暂停纯本 等严正指数降下来再吃 我没有这个说法 因为纯本原氧呢 是加速血液循环的 这个是肯定的 尤其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讲 他有增加我们 一氧化氮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增加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号 信使的这样的一个传递比例 所以说对于手脚冰脸的患者 是一直可以用的 什么人不能用纯本呢 其实只有一个比较严重的 乙肝病毒的发作期 还有什么呢 癌症患者 就是他的身体指标的话 你像有些指标的话 有些严正因子 到达我们的脚上 其实不是个坏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的民间 包括尤其在日本 有一句话叫做 若要安三里不能干 就是故意要通过爱揪 在我的足三里上 揪出一个破溃点来 足三里是什么 足三里是我们足阳明 足雀阴干经的 就包括足阳明未经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学 就是当我们总把这个未经 把它揪出这样一个破溃点 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一些 慢性炎症啊 能让一些炎症因子啊 在这个足三里这个位置 把它聚集到这个地方来 聚集到我们的体表 还有一些说法 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脚气不要去治 把脚气呢 当做一个排毒的器官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我们的脚 是沉积在我们的足底的 炎症因子也好 刚刚我们说 我们人体的头皮上的血管 是平的 刚刚的短身病例谈到了 那么头皮的血管是平的 我们只有在睡眠的时候 大家躺在这里的时候 头皮的血管才能变成树过来 大多数它是平的 平的的时候 它的血液就容易沉积 这个是刚刚我们讲过 这样一个道理 如果你的血液不够干净 头皮这边就会造成一定的沉淀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人是站立的 人是站立的话呢 我们的很多的垃圾物质 就会容易沉在我们的脚底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小男孩 他的足脚 脚就会非常非常的臭 脚汗就会很多 那么就是它足底所沉积的 我们的一些重金属 甚至什么一些 有害物质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 杨类物都会沉积在我们足底 那么如果说 我们沉积在足底 倒不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我们通过泡泡脚 我们通过加速足底的血液循环 因为我们中国人 其实一直不是特别建议大家 长期去泡澡 大家发现没有 都不建议大家长期泡澡 那么会建议大家坚持泡脚 那么为什么说脚和身体的区别在于哪里 因为我们长期泡澡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 会增加我们心脏的压力 你在水里面坐着 这是一个对心肺功能的一个锻炼 而且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皮肤 你如果长期在水里面浸泡 它会产生我们所说的水和反应 但是足底不会 因为足底我们走路多 足底的角质层比较厚 所以长期泡泡脚 把严正因子 让这个位置大量出汗排出来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所以说像您现在这样一个 脚比较冷的时候 要把纯稳的继续用起来 通过在足底泡脚的时候 那么把它的这个 我们身上的严正因子 聚集在这里排除掉 是个比较好的方式 脚不怕冷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您的腿部肌肉在上 我们很多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脂肪是保护我们的这个体温的 其实不是 保护体温的主要是肌肉 因为我们的血管是在 尤其我们的动脑血管 是在肌肉里边穿行 就是我们的肌肉如果强大 包裹在这个血管的外边 这个血液流到我们的任何一个位置上 它都是比较温暖的 这是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会出现 你们如果很多伙伴 15号来北京参加我们的现象 就能够看到我 你们就能够看到我的皮肤 你们也可以摸到 当然这个季节你们摸我的手 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30多度的温度了 你会发现我们的手脚温度是一致的 它不会有什么冰冷感 而且我们的皮肤是白皙的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斑点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对自己的血液的一个基本养护的结果 脚底怕冷就这样一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 您的血流速度偏慢 心率偏低 那么我们心脏 一分钟我们就在跳60下 一秒钟一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心脏出来的血液 我们所有人的温度几乎是一致的 没有变化 那么等它流到足底 我们这个最远端 它的流速在于什么 流速就在于我们自身的肌肉 对它的一个保温效能 我的血液管再往下流 我周围的肌肉对它的保温 肌肉如果保温到足底 它就会变热 如果肌肉不保温 肌肉太少到足底就会变凉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好 我们看看这里面 这位阿姨的作息呢 是晚上七点钟入睡 睡得很早 凌晨两点钟醒来 那么凌晨三点钟起床 大便一次 然后拉筋锻炼一个小时 五点钟吃早饭 那么生活的规律 还会有一些冥想等等的 晚上七点就是以此类推 然后慢慢慢慢的 开始习惯吃了发酵食物 其实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上海人呢 其实他们对于发酵食物 没有那么的喜欢 但是你会发现像康普茶 豆汁 酸菜 纳豆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中国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中国的北方 大家对于食物的吃的是偏粗糙的 可以吃一些生冷东西 中国南方也可以 江浙一带 其实对于食物的吃的品类 没这么多 但是这个阿姨呢 也是非常勇于去尝试 非常好 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的早餐 因为我们的一个员工 回家去生了宝宝 生完宝宝之后呢 给我带了点他们家的土特产 什么呢 姜水 所以你看 昨天 我刚刚拿到这个姜水 你看我今天早上 就是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你看 一碗蒸菜 一碗生姜水 然后一点醋泡姜 然后一点点的那个 我们的就是自己的油醋汁 然后这样用点亚麻子油 那么到公司喝杯蛋白粉 你会发现 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餐 我们一上五的血糖会很低 而且维生素矿物的供应会很丰富 而且里面含有大量的蔬菜 所以说像姜水这种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 同样要坚持一个什么原则呢 可发酵物 就是这堆蔬菜 还有已发酵物 就是这个姜水 那么当这个玉米粉和蔬菜 到达我的肠胃道 当我喝下去了这么多的姜水之后 它现在在我的肠胃里边 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发酵的反应 那么 这就是一个咕噜咕噜咕噜 在里边发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 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后 那么下一步的问题就是 来吧 来我们看看 阿姨的日常的饮食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而且做的也是非常好 那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餐三餐的当中 来我们看看 阿姨基本上 这就是模仿我们的饮食 做的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状态 包括我和阿姨也用了点这个 筛腰痘啊 那个的等等的 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 因为阿姨65岁了 主要的一个诉求 首先第一个 两侧的牙龈肿大 口腔发苦 舌肠肥大 有齿痕 这个就是我们讲过的 牙龈肿大 口腔发苦 舌头肥大 其实是一个问题 您的炎症 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口腔 这一带 日常生活当中 因为您没有汇报 您自己的牙齿的一些 检测结果 比较 比较关注于 那个内脏的结果 没有关注于我们的牙齿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建议您再增加一点 大家就发现 您在整个的饮食当中 跟我还有一个区别 什么区别 生蔬菜的咀嚼量 把它加上去 您把这一点加上去之后 您再坚持个两个月 一个月 甚至半个月左右 您就会发现 您的口腔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要关注我的细节 你看 卡迪的这个 早餐里边 豆汁 拌甜菜粉 亚麻籽油 蔬菜汤 有海带等等 生吃薄荷叶 跟甜菜叶 那么这个量太少了 它没有达到 清洁我们的牙齿 就是我们所说的 像绿叶菜 我更建议您呢 能够咀嚼一点点的 类似于 鱼甘蓝啊 等等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是包括芝麻菜啊 这样的一些 含有萝卜硫素类的 这样的一个 十字花克类的蔬菜 把它们在口腔里面 咀嚼的这个过程 它这个汁水有点苦 如果您实在不行的话 就用芹菜叶 就像我一样 用蒸菜 用芹菜叶子 把芹菜的叶子 焯水也行 不焯水也行 那么芹菜的叶子 然后在口腔里面 去咀嚼它 因为咀嚼它这个过程 当然要出水的速度快一点 这样的话呢 让它让一些 我们所谓的蔬菜里面 汁水能够在我们口腔里边 完成对您局部的消炎 对您局部的抗拒 把您口腔的结构 改变过来 还有一个 如果说出现了 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 氨基酸 您是一天吃三条 建议您在口腔里边 每天不是三条吗 分开吃 其中有一条氨基酸 任何一条都可以 在口腔里面含着 就是不咽下去 把它含在口腔里面 就尽量让我们口腔里面 炎症快速消除 就像您现在的问题 一个是牙齦肿痛 口腔发苦 口腔发苦 就是它的菌群结构不对 那么我们舌头肥大 有齿痕 这是一件事 因为舌头肥大 会挤在我们的牙齿边上 还有您的牙齦肿痛 就是您的口腔 这边方面的炎症 还是要把它再处理一下 最急切有效的方法 就是咔咔咔咔嚼 像我一样 嚼蔬菜 不管是蒸熟的 因为我只蒸三到五分钟 还是我们 我今天中午就会嚼彩椒 我们有些时候 还会会嚼一些沙拉菜等等的 把这些习惯弥补一下 看您一米六三 九十五斤 还算好 还不算是特别特别瘦的 这个状态 但是建议您的话呢 增加一些肌肉量 这肌肉量怎么增加呢 就像我一样 做深蹲 做俯卧撑 但是您别有难度 明白没精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深蹲 是要负重深蹲 那天我给你们看了一个视频 我要负重140公斤深蹲 助理把那个 昨天我们晚上讲课也用过的 像我们有些时候 做俯卧撑的时候呢 就是开玩笑 就是这个地表面 已经都容不下我了 我们会把自己 悬空起来做俯卧撑 你看 这个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 会负重 但是作为像您来 做这个训练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点 一定要学会蹲 蹲这个动作会加速 加大我们的腿部的肌肉 那么我们可以不负重 如果什么叫负重呢 我们拎一个矿泉 就是农夫山泉的那个桶 四升的桶 它不有一个把手吗 拎着那个把手 一边一个 这个对于我们的很多人 在家庭当中 就算是一种深蹲了 还有一种负重方式是什么呢 拿一根弹力带 有那种短的 稍微重点的弹力带 你蹲下去 弹力带比较短嘛 你蹲下去的时候 这个台在你手里 然后你站起来把它拉长 然后你蹲下去 把它缩短 其实它这个动作本身 我们的腿部肌肉 能有一个开合的训练 这都是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 在家里边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在床上 我们用脚 蹬在那个墙体上 能够把自己的身体 蹬的向后移动 这些动作 其实都算是 你只要腿部是一个蹬 蹬 蹬这个动作 这些都是我们 对于腿部力量的 一个有效的训练 你看像我们 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 因为我们日常人的 俯卧撑呢 可能会在平地上做 但是平地上的难度呢 因为我们在平地上 再怎么做 我们的重力 是在脚上的 所以我们呢 会对给自己增加难度 会让自己 整个身体悬空起来 做这样的一个俯卧撑 所以其实我们 在家庭当中 通过这样的一些 自重性的推推啊 举举啊 动一动啊 都是增加我们肌肉的 一个方式 老年人不要追求太大的负重 但是呢 一定要自己有一些动 因为我看您在 做拉伸啊 做拉筋啊 做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话呢 会对于我们的骨骼肌肉 有好处 那么对于我们 腿部的这种力量汲取 就您不是腿梁吗 学会这样的话 蹬一蹬 给自己的腿增加 增加一个力量 蹲下起来 蹲下起来 靠墙蹲着 都算是一种方式 把这些生活习惯 再纳入到我们的 管理当中 您的身体呢 就会变得更好 好 我们再看看这样的一个文章 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 人活多久 看头发就能知道 这句话呢 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 对于头发 中国人会把它当做一个 没有用的器官 包括在美国 在英国 我们也发现很多人脱发 但是呢 脱发 头发对于人类 它虽然没有太大的作用 但是呢 生理作用就一个 给你一个警觉 比如说你摸到自己的头发 它就会有所感知 它就是一个预警系统 就像那个小猫的胡子一样 那么 这个系统的存在 其实更容易让我们通过外在 看到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 好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市场上某些化学洗发水 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人 所存在的一个诸多问题 因为大家会非常在乎 我们对于脸皮的保护 但是对于头皮 基本上不做保护 也就是说 我们用的洗发水 十块钱你也敢用 十五块钱你也敢用 就是什么洗发水都敢用 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头皮的生长环境 会导致我们出现问题 导致我们头皮的生长环境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为什么要现在 我们所新推出的这种养发项目 有一个最基础的原则 叫做清水洗发 那么当我们保护好头皮之后 当我们头皮上没有这么多的污垢 我们把那个梳子给我一下 就是我们用一些比较密尺的一些梳子 像这种叫头皮刷 用它去梳一梳自己头发 你就会发现 它就是能够给我们头发实现清洁 所以我们的头发上面所沾的 其实是一些灰尘 灰尘的话 用这种密尺梳 完全可以把它梳掉 这就是我们人类自古以来 都遵循的一个头皮养护的方法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定要知道我们洗的是头发 你觉得脏的是头发 但是你不可能不洗到头皮 是这样的一些不良的护发习惯和无知 导致的我们头发的脱落 好 我们下面一个问题 高压的工作环境和不良的作息 影响我们头发的血液循环 比如说我们加班 那么是加班导致的你的大脑思考 导致的什么呢 我们的头皮这个部位的会发热 因为我们的大 这是机器盖子一样 大脑思考的话 它的热量会往这边跑 我们讲过所有的妈妈摸孩子 是不是发烧都摸这 也就是说这里是人体温度 最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发烧的时候 你摸他的脚 你摸他的胳膊不会太热 因为这里边的血管会藏在下面 我们通过他的体表 是很难通过这种位置 来看到他的体温的 但是他在这个位置 还有我们的耳内 这都是一些什么呢 我们的皮肤下面的脂肪非常非常的薄 又没有什么肌肉 你一敲就知道了 或者说你拿个鸡头 拿个兔兔的头 你都能看到 甚至猪头发烈 这里就是一层皮 这么就很容易感知到我们血管里边的温度 那么就能够感知到这个孩子 是不是身体当中有这个血热发烧啊 包括炎症啊 这样的一个基本状态 还有一个呢 我们的工作当中人是坐着的 刚刚讲过 当我们坐着 我们这里边的血管就是横着的 横着的血管 他的血液上来之后 他的流经的速度就会变慢 不像我们身体是树向的 上来下去 上来下去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讲过 我们这里边的血液 他如果向心脏回流 是靠周围的肌肉 要给他压力 我们这里是没有肌肉的 这里边是没有肌肉的 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们拿一个东西 大家会发现在相声里边有一个 就是一个就是那个 请神的那种相声 就是他拿扇子敲这里 你是没有什么疼痛感的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老师包括敲敲孩子脑门 敲敲孩子屁股 屁股上是因为他肌肉特别的厚 你没有什么疼痛感 因为这个里边 你就直接敲在是骨骼上 他没有什么肌肉 所以说他也没有什么神经 就是疼痛感呢 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如果说 大家如果说去做纹身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些缝隙 就是我们的神经树密集的 这样的一些缝隙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神经树是非常的发达 它给我们的疼痛感是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们要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的结果 所以说人一定要每天保证 在八个小时的时间躺着 这个躺的过程 其实也是我们肝脏回血 还有一个什么呢 养护头发的过程 因为你只有躺下之后 这里得到血的程度才会变高 因为你白天坐着 这里面的血会太难 好在这里面我们发现 有光泽 那么有光泽的头发 我们怎么看一棵大树有光泽 我们怎么看一棵大树是不是健康 大家看上哪里 我们是不是要去看这个大树的树皮 大树的树皮叫什么 大树的树皮 其实就是我们头发的角质层 那个毛铃片层 我们树皮也不是光滑的 也是有点棱的 有点鳞的 就是像毛铃一样 会朝一个方向 但是一棵健康大树 它的这个树里面是泛着油光的 这是一棵健康的大树 好 我们在这里看到 如果我们的毛铃片缺少了光泽 那么会意味着我们缺乏营养素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多人会怎么办 当头皮缺乏 当头发缺乏光泽的时候 很多人采取的是什么呢 直接给头发上面涂抹硅油 直接给头发上面涂抹精油 那么这就像一个大树 它已经失去了光泽 但是你急眼了 马上有客人来 你想让客人发现 你家里的生活环境是好的 你拿一些棕旅油 给大树的表干上 做了一个涂抹 一瞬间大树能够呈现出来一个有光泽的状态 但是这个光泽的状态是外在的 一个懂行的人 就比如说有些中国人会玩文玩 像我们身上会有一些珠子 那么这些东西怎么看它的年代 怎么看它是不是有年代感的 甚至包括你盘的手串 我们都知道要怎么办 有些人会向上面刷油 但是这个油是浮于表面的 它不是带来的一个润润的光泽 润润的光泽是它一个石头 常黏在人体的上面 那么人的油脂慢慢慢慢的浸润进去 这是一个我们看待一个 珠子年代的一个标准 那么头发也是一样 一个良好的头发 它是润 而不是反光 能理解吗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头发是反光的 这是一个表面的光泽 这是一个归油光 那么一个良好的头发 它的营养是来自于内部 就是它是一个不会反光 但是看着一个是有光子的 一个油润的状态 这才是一个良好的头发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 大家如果说你们使用的这种 含有硫酸盐的吸发水 包括我们的烫染等等 会对头发的表皮结构 造成一定的损伤 那么我们说在我们头发的这个 大家如果研究竖皮的话 会发现竖出了外表的这样的一层 叫做角质层 大硬树皮之外 后边还有一个二层皮 二层皮是什么呢 二层皮其实是可以吃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那个鱼树面 就是所谓的这个树的二层皮 那么在我们表外边的这个角质层 毛鳞皮 还有里边的二层皮的中心是什么呢 中心其实就是我们的叫做发髓 但是当代的人因为缺乏营养 我们很多人的头发只有两层皮 没有了发髓你的头发中间是空的 你如果拿紫细拿显微健看 能够发现你的头发中间是没有发髓的 没有发髓的头发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 它蓬松不起来 所以说我们的头发就这些 你全趴着就感觉到偏少 它能够蓬松起来 这就是意味着头发偏多 其实我们就这些根树 你这个草原上的草 全都躺着 你就觉得这片草原它不茂盛 但是这片草原上都站着 那么就会觉得这片草原郁郁葱葱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说它除了跟根树相关 还要和什么 它的头发的营养质量相关 好我们再往下看 不脱发 那么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脱发的原因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 头发的真正的营养来自于哪里 头发分为几个结构 一个叫做发干 一个叫做发根 一个叫做毛囊 就是我们头发就三个结构 一个这个叫发干 这个叫再往下面叫发根 再往下面叫毛囊结构 发干是不需要营养的 所以它长得再 它是能生长 它长得再长 但是它是不太需要营养 人类所需要的非常多的营养物质 其实是在毛囊里面 毛囊是在我们的真皮层 在我们皮肤的下面 就是皮肤表面的表皮层 再往下面 我们表面涂抹的任何的营养物质 都倒不了真皮层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脸上的涂抹的时候 大家表面的涂涂抹抹 都是针对我们表皮层做文章 那么怎么来让这个物质能够进去呢 我们要在我们的脸湿的情况之下 给它用面膜增加压力 这是一个能够让一些胶炎蛋白啊 或者让一些透明质酸呢 稍微有点渗透力的方法 我给你一个负压 但是头皮呢 我们没有这种负压的方法 因为你有头发会抵抗住 所以头皮目前是没有负压的这个方式 所以说对于头皮的精华的导入 现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你会发现在国内有一些养发馆 会给大家用微针 就是给大家用一定的针 其实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什么呢 用微针的方式 把一些我们所谓的营养物质 就是叫做俗称它们叫做中胚层生化 什么叫中胚层呢 就是要把这个营养物质的想办法 让它能够进到你的这个 针皮层里面去 但是这样的话呢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针的一次性问题 消毒问题 还有一个我们的头皮上面 它的神经系统是比较浅薄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 它打在这里的话是非常的疼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有时候脸上打针的时候 打在这就会很疼 打在这就会很疼 打在这就没那么疼 因为这里的脂肪和这个比较厚一点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 就是我们对于头发的养护 更多的需要靠我们内在的营养 这个是一个在营养学角度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 所以说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说提到了一句话 这做健康的生活方式 保证我们的均衡饮食 还有一个要使用温和的护发产品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生产的护发类产品 都要把它的皮日值做到了五左右 因为做到了一个 因为我们大多数家庭当中的水的 皮日值是多少呢 是七 我们水是中性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护发产品就要稍微再低一点点 做的稍微偏低一点 好 发质 什么叫发质 发质的一个根本问题 就是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讲过的 那么柔软有弹性 什么叫柔软有弹性 我们讲过 在食物当中 柔软有弹性的是什么呢 是蛋糕 所以说这些问题 我们在15号的培训的时候 都会考大家 因为我们不断的讲过 什么样的食物 是柔软而有弹性的 那么柔软而有弹性 一方面意味着 你这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结构 如果说在一个面包当中 你柔软而有弹性 就意味着你没有完成发酵 这些知识 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去学的 好 我们可能会问大家 给大家露了题 我们可能问大家 你选择面包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 你会 你的选择面包的依据是什么 你到了超市里面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食物 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 引起来的一些思考 会给大家计时 会来做一些考核 让大家真的能够感知到 原来生活是应该这个样子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头皮包括什么呢 必须的营养素 这就是我们要懂得 我们为什么会推出一套理念 叫做 叫做发 皮 囊 分养 发 其实是我们的发干部分 刚刚我们所说的 就头发所需要的这种油脂部分 它的鳞片的这种健康结构 那么它的皮质层 就是我们的脚蛋白这个结构 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在的发根 包括我们的发髓 包括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毛囊 这样的一些基本结构 所以说保证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的摄入 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摄入到干净的蛋白 而不要跟着油一起摄入 大家记不记得在曹胚 曹胚知道吧 曹胚的儿子 有一句话 叫做 叫做什么呢 只如泉涌 毛发不生 这个是当当然 那个年代人我们都没见过 因为他只活到了40岁 他是在35岁左右写了这样的一句 在他的诗文当中写了一句话 叫做发酵的指如泉涌 那么指如泉涌 就意味着像当年的这个年代 只有像曹胚的儿子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的脂肪摄入量啊 压力啊等等诸多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一起生活过 也不能太精准的了解他的生活 但是他直言片语当中 大家就会发现他的头发会凸现了这种指如泉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日常生活当中 你们吃的脂肪量过高 你的血脂量过高 你的所有的血量都含有着油脂 所以你会发现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的很多脱发的人 普遍都有一个胖子的大肚子 就是脱发和大肚子 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共性存在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血当中含有的高脂肪量 密切相关 所以说我们简单的看看头发 就像很多人看到我的头发一样 我一跟他说 我现在是快60岁了 他们看我的头发 看我的皮肤 就是看我的脸 看我的胳膊的皮肤 就很难相信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这就是一个外在的 要懂不懂得养护自己身体的一个标准 好 少白头 少白头的话呢 主要就是包括白头发的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的黑色素 在这里边呢 逐步的减少 那么遗传因素呢 是一个情况之一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 更多的原因 还是我们后天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脑胺酸美 这样一些很多的这种营养物质 你吃的够不够 你身体当中的铜含然够不够 因为脑胺酸呢 铜这些结构的话呢 对中国人有用 对外国人就不太有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外国人的大多数的 他们的头发的发色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有人的心长的头发 都是白色 是在我们的发根 我们的毛主头 在这样的一些 我们的发根和毛囊结构当中 所以毛囊就干了一个 吸收身体的营养 然后呢 形成一些染色机制 给你的头发染色 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就是我们毛囊的一个原理 所以说 只要你出现了白头发 就证明你的毛囊不健康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 这个里边也谈到了 那么 这个里边 我们提到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方法 就是该怎么去洗头 洗头 就是一个 可能我们的很多伙伴 大家在这两天 在参加了我们的 养发项目的打卡 已经有好几天 没洗头发了 大家如果现在洗头发 可以学这样的一个方式 先把头发梳一梳 用这样的 我们给大家梳子 把它叫梳一梳 然后呢 用温水 那么 在用水之前 还有一个习惯 刚刚的短视频里面 也讲到了 买个皮诗试 测一下 你们家里面的水是 酸碱度是多少 我们跟大家讲过 在很多 比较讲究的地方 他们会用什么呢 会用软质水 来洗头发 然后的话呢 就把洗发水 要用洗发水 越少越好 一点点 再掌心 打成了泡沫 我也给大家讲过 一个小工具 叫做什么 叫做洗发书 把我拿过来 在隔壁有的 叫做洗发书 洗发书 这种产品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 把你的这个 就像我们身上 不要把这个沐浴露 直接涂抹在身体上 一样涂抹在我们的 沐浴球上 然后用它在身上 这么一擦而过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洗发水呢 其实也是应该打在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洗头发的这种 小沐浴泡上面 一个细细的 这种小工具 把它在我们 头皮上面 去做涂抹 目的是什么呢 不要让洗发水 直接接着头皮 所以说这就是 我们所讲的 洗发水 对于头皮的 一个影响 这一点 还超过了 大家的认知 大家并没有 对它有所了解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在他们的桌子上 有一个圆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里面也谈到了 我们还要 日常生活当中 学会使用什么 发膜呀等等 这样的一个物质 让对我们 头皮形成保护 其实发膜呢 大家不用想到 发膜就是一个固态的 我们现在给大家 生产的两款精华 一个是早上用的 一个是晚上用的 其实它都是符合一些 发膜的一些 基本结构 除了这些之外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适当的吹风等等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要把它的水冲干 然后要是什么 对 这个 像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可以选择去 自己购买一下 这样的东西 像这样的一些东西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发丝很细 其实这个东西 它的作用并不在于梳头 而是在于我们洗头的时候 把洗发水 倒在这个上面 然后把它在手上 搓出泡沫 用这个方式 用它去洗头 其实就是洗 也是把它在上面梳一梳 挤滴洗发水 这样的一个清洁方 这个梳理方式 那么在这个方面去做梳理 就会把我们头 梳理干净 然后马上洗掉 那么直接擦干 这样的话 就是慢慢慢慢的 用发帽把它包起来 微微的吸干 然后用快速的吹 而且吹的时候 不要对着头皮吹 远距离吹着头发 用这样的方式 把头发吹干 就可以了 然后上我们的精油 上我们的精华 就完成了我们的一次的护发的结构 我每天其实除了给你们讲课之外 还都会拍一些关于养发方面的视频 也确实希望能够尽快的把我们的知识传递给大家 好 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 均衡的饮食 包括蛋白质等等的 其实一个生活非常非常有乐趣的人 其实你会发现 大家都觉得做饭 这个很麻烦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甚至包括摆盘 甚至做饭 甚至配餐 都会把它当作一种美好的生活享受 因为当你真的沉浸在这一期当中的时候 你就会能够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茶道 喜欢书法 喜欢绘画 因为这个给你带来这种心情的安静 和对身体的艺术是多种多样的 好 我们在这里看看 另外一个文章 脱发与体内矿物质 那么体内矿物质 刚刚的短视频里面也谈到了 比如说心 你们会发现 我是在怎么补心吗 那么心 那么它跟碳水化合物等等相关 那么它是刺激蛋白质转化的一个酶 是硫化硫化物的这样一个键 那么我们的心来自于哪里 这个里面谈到了 大家以前生活当中都知道 那个一颗心 妈妈的一颗心 我们都要知道给小孩子补心 其实作为成年人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那么心来自于哪里呢 你们会发现 我在饮食当中 我每天 我每天都会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饮食习惯 吃什么呢 我每天都会吃秋葵 你发现没有 因为秋葵是我们在植物当中 含心量非常高的一个食物 在动物当中呢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扇贝啊 包括我们的生蚝啊等等的 那么在植物当中 秋葵的心含量其实是非常高的 这也是我每天保证自己头发良好的一个方法之一吧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缺铁 铁和脱发也是密切相关 那么在这个时候 铁的最佳来源 在于什么呢 血红素的动物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给我家猫咪吃干 吃骆驼干 就是因为在肝脏当中含有着非常丰富的铁的来源 而且他吃生的 我家狗也开始吃生肝 这个里边其实含有着非常丰富的什么呢 铁的来源 还有着非常丰富的什么 维生素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古物的全古物啊 包括胚芽等等 反正精米白面是肯定不赢的 好 再往下看 铜 铜主要的作用 就是我们人类的染色 这个对于中国人非常重要 对于我们的黑头发来讲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我们包括日常生活当中 除了这一 甚至一些我们的这个奶当中啊 等等的 那么和铁 它是共生的 所以说含铁食物 含铜也会都比较高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 作为我们普通人 甜菜粉的使用 把它纳入到这个日程当中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还有一个锡 锡本身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容易缺乏的一个物质 锡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真正的土壤 什么叫真正的土壤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说你的土壤 为什么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吃水培蔬菜 不太建议大家吃一些 就是素成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就是因为他们身上 这种微量元素的含量都太少 我们在农村养一头猪 要一年多才能宰杀 它身上所负极的锡的浓度 就会很高 比两三个月的要高 很多很多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会了解到包括锡 包括什么呢 面包啊 穀物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物质当中 那么水果蔬菜 含有的是比较少的 那么肉类就要通过长期吃 大量吃水果蔬菜 慢慢慢慢的在身体里边 负极出来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吃小球枣 你会发现它这里面谈到了 那么面包和骨类 那么这个是一些我们所谓的植物的种子 那么肉干这些东西当中 所以都要把它能够足足的吃到 那么龟也是我们所讲的粮食中以龟 酸的形式出现 包括铭呀包括钙呀等等 所以说各种的微量元素的这个存在 那么你看我们所吃的这一种稻骨 这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营养的分辨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日常吃的稻骨 看到没有 我们吃的是胚乳这个部分 如果按照营养占比的话 只占到5% 我们老百姓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大米 其实我们只得到了大米营养的5% 就是一点碳水化合物 和微量的蛋白质 这是我们每天都吃的精白米 而胚芽这个部分被拿掉了 就是我们花了一部分的钱 其实是拿吃的是什么呢 有钱人剩下的这种垃圾部分 那么胚芽这个部分被拿掉了 这里边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活性多糖 B族维生素等等 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粉壶层 还有皮层 就像我们所说的树一样 那么皮层就是它表面的这种 我们能看到的黄黄的这个层次 里边还有一个叫做膳食纤维层 叫水溶性膳食纤维结构 叫做粉壶层 所以这个占营养占比是29% 就是胚芽是它的主要营养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吃的大米基本上是缺少这个尖的 所以说我们但是呢 如果说一个精米卖5块 如果按照整体来讲的话 那么胚芽就应该卖66块 那么股物应该卖多少 29块 这样的加到一起才是100块 就算如果按照我们的百分比 那么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觉得大米就应该是便宜的 我们当你只知道吃饱的时候 其实你失去了什么太多太多的营养结构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 好 我们再往上看 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看这里面 雄性激素 来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的 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呢 体毛茂盛和头发变少 我们看看一些其他的博主 是怎么样的去认知这个问题的 比如说雄性激素 雄性激素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当我们的雄性激素含量高的时候 这个人胡子会多 胸毛会多 腿毛会多 但是会觉得他的头发少 这个我们怎么去认知这个事 好 我们再看这些 夏天来了 头发会有一种更油的表现 你会发现油腻的部分 偏偏在什么 额顶 还有头顶 我们一般这里不会油 这里会汗多 水多 但是我们的头顶还有我们的额头 这个部分比较油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 一个典型的案例导致什么呢 导致流程是什么 我们的皮脂线旺盛 然后导致我们的自身的什么雄性激素也增加 然后炎症出现 脱发数量出现 好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整体 一般的人说头顶的毛囊 这是一般的社会上的解释 对于我们的雄性激素敏感 往往是什么的 体毛茂盛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自己的不同地方的毛囊 会对雄性激素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 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并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里边就有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来 我们看看这里面 雄性激素确实会促进毛发的生长 对不对 当然对 因为所有的雄性都比雌性的毛发要茂盛 能开平的孔雀是什么 宫孔雀 颜色非常鲜艳的这个鸡是什么 大宫鸡 宫狮子会有一个大的毛发 母狮子 说实话就跟狗差不多 就是很顺着 雄性激素促进毛发的生长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而且我们在毛发的下面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小的肌肉 叫做树毛鸡 就是当一些猫和狗准备打架的时候 它的神经系统的激素分泌 会导致它的树毛鸡开始启动 给对面的动物发出信号 我要打你 这个我们在狮子老虎身上都能够看到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任何的这个动物 都能够都是一致的 人并不神秘 雄性激素它本来就是促进我们的毛发的生长 那么在这里面你会发现 雄性激素它跟我们的脱发又是怎样的一个关联 过去雄性激素是脱发是在什么呢 是在中老年期当中 也就是至少是在我们这个年龄以后 但是现在在中青年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里边也谈到了 那么雄性激素有这样的一个原理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雄性激素 它导致的毛脑萎缩 头发变细软 它的攻击性 其实跟我们所讲的搓疮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 非常的一致的 这个里边就有着一个 所谓的一些脚蛋白啊 氢禽蛋白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原理 这个作用比较复杂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多讲了 所以说但是我们目前来讲 针对于脱发大家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飞雄纳胺 这个就是一个抑制雄性激素 抑制搞同的转化的机制 但是这个里面我们看见问题 一个问题来了 飞雄纳胺针对的是 其他的身体的所有的雄性激素 所以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很难把它去通过激素的抑制 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脱发这个领域当中 是目前医药界的一个难题 只有通过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通过我们的营养补充 通过我们的良好护理把它解决 那么这个里边还出现一个 米诺蒂尔 米诺蒂尔的这种副作用 那么你会发现 米诺蒂尔是一个到底为什么会导致人们生发 其实还不了解 那么只是发现 米诺蒂尔有一定的作用是什么 米诺蒂尔的治疗原理是什么 大家看到这句话了没有 改善毛囊的血液循环 但是用米诺蒂尔会有一定的刺激性 而且用米诺蒂尔会有一个狂脱期 所以说头发到底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状态之下 因为头发是靠我们身体是自然生长的 它不会接受外在的药物干预 所以这恰恰是给我们的很多伙伴 给我们的这个行业 给我们的这个健康教育行业 留下了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能够做到 让我自己的头发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 保持在良好的状态 这足以证明坚持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包括我们的皮肤 这都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 皮肤的颜色 头发的状态 那么这都是其实会告诉我们 头发好与不好 只是内在营养的一个外在的表现 但是这几个方法我们要注意 下季出门的时候 尽量不要留长发 剪短 为什么呢 因为头发有一定的 我们讲过你的头发越长 它的头皮温度就会越高 头发长和头皮温度高有什么关系 你头发越长 我为什么会把头发稍微还是理了一点点 你会发现你的头发越长 它越会向下坠 这是个重理原理 当头发向下坠的时候 你的发际线就非常容易暴露出来 那么下面这两句话 其实是一句话 出门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阳光直射头皮 你们会怎么办 戴帽子 那么下一句话来拿 好好待在空调房里 所以我们要把三句话同样去理解 出门的时候 不要让阳光直射头皮上 我们有三种方式 打伞 戴布帽子 和戴草帽 所以我们是非常反对 大家戴那种什么呢 露个圈的帽子 直当脸 把质量出来 给老天爷给阳光去曝晒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头皮要避免晒的时候 大家要靠什么 要靠我们的伞 要靠我们的草帽 因为只有在这个环节当中 才能同时满足的第三点 为什么要好好待在空调房里边 给我们的头皮降温 头皮是一个喜欢低温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些知识 综合的去运用 就知道原来养头发跟养身体一样 这只是我们身体血液 细胞结构良好 在外边的一个自然表现 所以你会发现 可能你们每个人都会羡慕我们 头发是黑的 皮肤是白的 其实这是一件事 一定是头发是黑的 然后头发是黑的 然后皮肤是白的 这是同样的一种营养结构 对人体的一个自我调控机制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三亚搞红度的时候 我的照片 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对头发的一个基本保护 戴帽子 然后打遮阳伞 然后实现对我们头皮的一个基本保护 助理还找了一张图 为大家简单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头发 看看 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表皮就是我们的大树的树皮 它是一个扁平的毛铃的结构 这个毛铃结构起什么作用 你们说毛铃是活的是死的 毛铃呢 你也可以说它是死的 你也可以说它是活的 为什么呢 当我们的头发特别湿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头发会粘在一起 会打柳 为什么 因为你的毛铃片打开了 毛铃片打开它干嘛 所以有些时候大家就不能急 就是毛铃片一打开 头发一湿就难受 哗哗哗的像上面涂护发素 觉得就好了 其实你毛铃片打开 是因为它的这个头发太湿了 在这个环境当中 毛铃片打开 其实是给我们的身体什么呢 降除一定的水温 让它的这个水挥发掉 这是我们毛铃片打开的一个原则 它就跟我们的角质层 遇到了水之后 泡在里边 它会变大吸水 这是一个道理 我们的这儿的细胞也是死的 这儿的细胞也是死的 但是它带有一定的 对身体保护的生理功能 所以当我们头发 在完全湿的情况之下 不要去擦 你一擦的话 会让它的毛铃 一个一个的扭在一起 你就输不开了 然后用水 用毛巾把它包裹了头发 慢慢慢慢的吸干 然后吹吹风 等它干了之后 等它已经干了 才是我们涂抹精华呀 等等的这个时间 不要在它湿的时候 毛铃片都是张着 大家会紧紧的插在一起 这就是头发打结了 好 除了这个之外 再靠里边 就是我们所说叫做什么呢 叫做皮质层 叫做毛发周边的角质层 这个就是简称二层皮 二层皮 那么在这个里边 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发髓 但你看发现没有 并不是每一根头发 我们看这句话 怎么写的 并不是每一根头发 都有发髓 这是我们很多人 你靠外用的产品 养毛铃 没问题 就像涂护护品一样 养二层皮 因为你毛铃片是能打开的 我们养二层皮 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呈现头发的黑色 是对我们这个皮质的一种养护 那么你头发能不能坚硬 能不能长好 这是我们很多就用了外用的一些产品 能够长出一些小绒毛 但是这个小绒毛呢 没有办法坚硬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你的头发里边是没有发髓的 大家看到这句话没有 不是我们的每一根毛发都有发髓 过细的毛发里面是没有发髓的 那么发髓是什么 发髓是个蛋白质的弹力结构 就像弹簧那种结构差不多 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头发的营养来自哪里 刚刚我们讲过了 我们皮脂线是在最上面 还有看到没有 叫利毛鸡 也叫树毛鸡 它们的收缩 能够把你的毛发顶起来 所以怒发冲冠 就是要让你的这个树毛鸡 要有力量 然后这个里边谈到了 其他结构我们不管了 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毛乳头 毛乳头这个缺口 是跟我们的血管 跟我们的结构组织密切相邻的 能够把营养吸收上来 是这样一个原理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 下面有营养 外边有防护 还要护好毛鸣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发皮囊 同样的一个根本的原理 好我们再往这里面看看 头发的生长是怎么来的 头发的生长来源于 头发发干部分是可生长的 它是什么呢 基底的一个细胞分裂 而它的生长源于什么 毛乳头的退化 甚至包括我们所谓的 通过良好的头发的养护 要做到的什么呢 让你的原生发少脱落 让你的新生发 更快的生长起来 这样的话 你的头发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递增关系 该掉的叶子我少掉 新长的叶子多一点点 我们这个树就茂盛了 其他就是因为 你的发根不会多的 这个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能力 这是比如说你有多少个毛囊 这个是你生下来就有的 你每个毛囊里面有几根头发 这个也是一定的 但是它会让你有一个变化 就是我让你头发变粗 长的快一点 掉的少一点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好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一个 这个里面叫叫问题 那么好 我们常常谈到了一个结果 大家就要知道 发根包括我们的毛囊 下面谈到这句话 上皮毛囊的下端 新成了什么 新的毛机制跟毛乳头 那么这样的一些毛发 在毛囊当中逐渐生长出来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你的毛乳头一定要好 发根的基础结构 毛囊营养一定要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国内 是率先做了一个 真正有意义的养发理念 因为这个只有懂营养学 才能构建这样的一套体系 除了这个证 我们看看这个里面 也基本上谈到了 看到没有 毛乳头下面是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毛乳头下面紧密连接的 就是我们的什么小血管 其实你发现它很细很细 这个血管很小很小 但是它就会紧紧的 插入我们的毛乳头当中 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 我们的毛发结构 我们的日常的养护 外用型养护 只能要不针对头发的发干部分 要不针对我们的表皮部分 那么它对于里边的 像这样一些配合型的结构 首先第一 它不能发炎 它的指挥系统不能失灵 那么再有一个 它的下边的血管 你看汗线从下面向外排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毛乳头 所需要的营养结构 这些都要给它 这个是它的一个横断面 我们一直说它是像大树 下面大树的结构 外表是一个毛铃片 所以说我们叫毛角质也行 第二层叫做我们的内皮细胞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叫二层皮 最中间的是发髓 就你的头发有没有发髓 是决定这个头发 是不是健康头发的一个基础 当人类的营养结构不对的时候 人类会把供应 反正你有点头发就行 有点细的软的 生理结构还会在 但是呢 我不会让你这么坚硬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叫发为血之鱼 其实所主要指的营养核心 能不能共足是在发髓 这个角度上 好吧 大家就基本上第一次 可能这样系统的了解了一些 头发的一些基本原理 和一些养护知识 所以你会发现 你们也不用去羡慕我们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里好 那里好 好像哪里都好一样 这都是有章可循的 我们不是天生的 我们也不是说 生起来什么都会 生起来什么就懂 但是我们爱学 我们爱动手 我们爱研究 我们会把一些知识呢 就是不断不断去看 就像刚刚我说的 那个曹丕的那句话 其实这句话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曹丕讲过的这样的一个 在他的书籍当中 所写到的这个一个 叫指如泉涌啊 这样的一些故事 多学学东西 对你们的健康呢 肯定是有好处的 好吧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